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山东鲁能对广东陈静 那么这场比赛呢 是双方第二盘的单打 是由山东鲁能的好帅 好帅来自天津 今年转会到山东鲁能 广东陈静呢 是第二盘单打刘吉康 刘吉康呢 1991年出生 那么刘吉康先是在U17比赛当中展露头角 随后进入国家队2005年成运会上和郭月 曾经搭档获得过混合双打的冠军 刚才我们看到了广东陈静小将尹航 战胜了大满贯张继科 为这个广东陈静俱乐部的年轻选手们 可以说注入了新的能量和活力 再看看刘吉康的表现 好帅的球呢 作为一个老将非常有生命力 好帅也是世界杯团体的冠军成员 那么也经历了很多国际 国内的一些比赛 总体上好帅的技术大家可以看得上 看得到 非常的细腻 特别是他的排内短球 他的发球接发球 是在横拍选手当中都是最优秀的 非常明显在和刘吉康的开局 好事还是运用一些小技术来控制对手 好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一盘输给了梁静坤 第二盘打打樊振东3比1 拿回了程静旗扳回一城 第三盘组合八一的周宇徐晨号 战胜了翟超和程静旗 第四盘又是樊振东 势头不减 3比0战胜了梁静坤 也就是说这场霸州和八一的比赛 小将樊梵振东打独得两分 接着是上海军瑶俱乐部 3比0战胜四川队 最后是天津 3比0战胜了江苏中超电缆 天津的小将马克3比1 逆转了江苏的外援奥恰洛夫 为天津队拿到第一盘的胜利 这样好赛第一局11比5先胜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谢谢大家 我们大家还是看到好帅 作为横拍选手 他的台内短球 他的控制反控制 是一大特色 非常严密 好 好 其实平朝联赛对老将来讲 确实挑战性比较大 因为在夏季运动员出汗比较多 再加上旅途劳顿 所以体力的消耗可想而知 在这里面年轻运动员恢复比较快 因为他打完这场比赛 他只要睡一宿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又是身无活虎了 但老将可能就达不到这样一种状态 就第一天打完比赛 第二天睡醒之后 可能还未必能够缓得过来 那么在上场的时候 就会出现脚下慢 反应慢 调动的不够 其实这都是一种 就是说跟这种生理年龄 或者跟这种体力消耗 都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平朝联赛的时间 周期比较长 它是一个这种长时间的持久战 所以老乡特别要求 要把自己的作息制度 要能够调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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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江刘吉康呢 这个运动员呢 其实他的为人啊 非常沉稳踏实 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也总会低调的完成 教练组下塔的这个训练任务 所以近几年通过拼超比赛 直通巴黎的比赛 也被很多人记住 但从目前来看 就是场上的情况呢 就是还是在好帅的掌控之下 无论是前三板 无论是相持 好帅呢 还是能够压住这个刘吉康 所以我们要看小江 刘吉康是怎么摆脱 怎么样能够打回一个良好的局面 好球 这把推条 好球 好球 这个球呢 实际上作为横板运动员 它是有难度的 因为它毕竟是台内的小球技术 就需要手腕的控制 一般来讲呢 对方在搓球回摆的时候 不是很转 这个球容易推 如果对方搓的 白短很转很下旋 那么可能还是回摆啊 或拧拉的技术 比较合理 这是山东鲁能教练郭克力 山东鲁能的教练郭克力 还有古青城 古之道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盘呢 山东鲁能的 也是年轻的主力 方博也会出场 好帅呢 你看和年轻的运动员一相比 就能感觉他的技术非常巧 好帅的打球 在横拍当中 可以说它是属于细腻版的 但是可能在这种 硬性的技术上 好帅的力量不大 但是它的落点 它的细腻控制 手上的功夫非常到位 这样好帅2比0 领先刘吉康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 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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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感到刘吉康呢 打左手呢 确实一般 就是他打左手的一些战术性不是太强 落点意识套路 这种衔接技术不多 所以总觉得是好帅来牵制刘吉康在打比赛 好球 这个球好帅呢 是在进台 进台的小动作 拉球 刘吉康呢 稍微退的远一些 动作比较大 好的 高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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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高 观 cad 大家看这个刘继康作为右手直拍的选手 他在跟好帅打的时候 首先是要避免好帅的反手快撕 打斜线正手趴在台面上连续拉他 要打成什么样一个局面呢 就是刘继康 遍住好帅反手 把好帅的反手这个角度打出来 然后呢 在反手呢 打到 这个压到好帅的正手大脚 就是要来回调动好帅 因为好帅的步伐一般 这个 大家看 这种球 就是说一是为自己创造机会 二就是要调动对手 让对手呢 跌跌爬爬地在击球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男子第一阶段 第十轮的比赛 那么这两个队伍呢 是在第一阶段当中的第二次交手 第一次交手呢 是山东鲁能3比0取胜 第二次交手 现在第二盘的比赛 好帅是2比0领先 第一盘呢 是广东陈静俱乐部的小将隐行 3比1 战胜了山东鲁能的张继科 先拿到了第一盘的胜利 那么整体我们来看 山东鲁能呢 今年确实是夺冠的大热门 好的 因为山东鲁能 今年引进了外援波尔 引进了天津的好帅 还有大满贯张继科 这一局我们看到刘吉康啊 正反手都有了一些球 就打出了自己的一些节奏 自己的一些发力的时间 像这种球 其实是很好的机会 平顿一下 往前赢 脚下的步伐 腰部的力量 包括手上的摩擦动作 不能太僵硬 放手 равно 跳到户后 再拉 hurting两倍 开吓 好 ここと потому 拷 Primory 加油 就是 中国 olsun 鲁美岳 现在好帅用八球拿回了两分 打成十平 这把球好帅的出手是相当的坚定 对方在关键的比分当中是拉了一个非常轻 无限很低很短的球 其实这个球在关键时刻是非常奏效 好帅是侧身毫不犹豫的进行反拉成功 就是一把八球抢冲 好在这场比赛打得非常成功 第三局在8比10落后的情况下连搬了4分 这4分打得有张有迟